台中大礼役复兴宫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今年第一次来到了云林台西乡的信仰中心 也就是泰格武当北极殿餐厢 受到了各有功的热情迎接 这整个队伍跟阵头还有参与的信徒是超过了3000人 而这样子的盛况在云林海县可以说是头一遭 台中大礼役复兴宫董事长张苍仪 因为和玄天上帝有特殊的缘分 而且和泰格武当北极殿新建会会长有20多年的交情 所以今年特别带领3000信仲来到台西乡泰格武当北极殿来参乡 今年是专庭来头一回来 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总共2700人来专庭来这里带动 现在就起庭 大礼役复兴宫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今年第一次来到台西乡的信仰中心 太和武当北极殿来参乡 并且受到各有功的热情邀请 连镇头信众是超过3000人 这样的盛况在云林海县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台里区台里赤福兴宫和台湘武当北极殿和北极殿兄弟来参乡 来参乡当中文文国会党和台里赤福兴宫的党首帝 他高兴20多年非常亲密 在台湘武当北极殿我们兄弟说要见乳的东西 特别跟我们五位党说一句 我们今天要来跟北极殿交流 这个福兴宫和北极殿的交流 鼻鼠和庆会都可以奉行 幼妇可以穿用 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了 代表我们福兴宫的共青来共亿 来祝福 泰和武当北极殿在民国七十九年开坛以来 祖师的玄天上帝是很灵验 所以虽然是在偏乡地方 不过香火是很旺 并且在今年五月完成新建大庙的结构 不过还有装修工程正在进行 期待在各界善信大德的支持之下 可以在后年来兴建完成 共同请我们首位的善良心路 在我们这个泰和武当北极殿 在祈祷廟的当中 很需要很多建议 希望全国的善良心路 大家慷慨借行 共产圣旨 可以带一天来完成我们泰和武当北极殿 千秋代表带来完成 期待在新庙建成以后 除了可以提供信众更好的参拜环境 也可以变成台西观光的新地标 记者丁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